学会感恩与尊重。 五,长颈鹿老师。 长颈鹿是呱呱幼儿园的教师, 他是个非常棒的老师。 他讲起课来又生动又有趣, 一点都不枯燥, 大家都非常喜欢他。 长颈鹿老师非常敬业, 每天他都会很早来到呱呱幼儿园。 长颈鹿老师还经常在课前打扫教室, 给教室里的花瓶换鲜花。 可是今天,小动物们来到教室, 发现教室还没有打扫。 因为昨天小猴扔的香蕉皮, 小熊吃上的苹果盒还在地上呢, 花瓶里的花也没有换, 花都蔫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呀? 小动物们都很疑惑, 上课铃响了, 走进教室的却是门口看门的河马爷爷。 他难过地说, 长颈鹿老师生病了, 这几天都不能过来上课了。 小动物们听了很难过。 小兔子说, 原来长颈鹿老师生病了呀, 唉,不知道他病得重不重。 小松鼠也说, 老师好几天来不了, 可能病得很厉害。 这时候小猴也过来说, 长颈鹿老师天天给咱们上课, 还要打扫教室, 一定是累病的。 小熊也说, 对, 要不咱们先把教室打扫干净吧, 我以后再也不乱扔东西了。 好啊, 好啊, 小朋友们听到小熊的建议, 马上行动起来。 不一会儿, 教室又变得整节干净了, 小兔子还给花瓶里插上了鲜花。 这一天, 虽然长颈鹿老师不在, 可小动物们都认真复习了功课, 大家你帮我, 我帮你。 把长颈鹿老师教的知识都弄明白了。 放学了, 大家决定一块儿去看望长颈鹿老师。 小熊带上了他最爱吃的苹果, 小猴带上了他最爱吃的香蕉, 小兔子带上了胡萝卜, 他们一起将这个盛满爱心的果篮 抬到了长颈鹿老师的家。 长颈鹿老师正在打钓瓶, 看到小动物们来了很开心。 小兔子说,"老师, 你平时太辛苦了, 都是我们不好, 也不知道帮你。 小猴子也说,"老师, 我平时太调皮了, 以后我一定会改的。 小熊挠着头说,"小熊挠着头说,"我以后再也不贪吃了。 长颈鹿老师笑着摸摸他们的小脑袋说,"你们都是好孩子, 老师最喜欢你们了。 小熊挠着头说," 老师, 们大胆老师, 老师与伴奏室, 老师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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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